各种一个错误就是我之前一个低级错误 就是我们在这个list.js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data.map改成data.each的时候呢 我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写成这个for each 因为数组它是没有each函数的 这也是我和gequery的那个each函数给弄混了 所以说我们改成for each 改成for each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当下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进入控制台 进入控制台之后呢 先进入这个目录 就是这个目录下有这个API 这个API里面有什么呢 API里面我们看一下 API里面有这个list.json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htp-server 8880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在这个webpack.tv的compact.js里面呢 我们这个代理端口是8880 我们通过这个8880来去执行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8880端口 然后呢 然后通过这个API list.json就可以把这个元数据给汇取到 因为我们代理的时候是代理的这个880端口的这个API这个目录下面的这个的请求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 就是开启这个服务 然后呢 再到我们运行这个MPM RunDev的这个目录下 我们运行这个MPM RunDev 我们看一下 好 大家看就现在 已经是有成果了哈 就是我们把名称价格还有按钮都渲染出来了 以及这四个都渲染出来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加热购物车 大家看一下点一下 然后他就变成了从购物车删除对吧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他又变成了加热购物车 就是说我们上一节 讲的那个专载变化的也已经有了效果 好 那 还缺一点什么呢 还缺一点就是上面的这个 显示购物车的功能 那我们就接着去 看到这个思路来开发 好 先关掉 然后我们打开之前创业的这个 ShoppingCart GX 这里面呢 其实只有一个股价 那我们看一下 类图里面 它有什么呢 有一个element 也是一个盗墓容器 然后有APP 就是这个APP的一个实力 然后有Cart 这个Cart呢 其实跟UltimateCart一样 也是一个Cart这个类的一个单例 然后有init initButton sureCart 还有这个renda sureCart呢 就是显示购物车 好 我们就telr这个写一下 好 它已经传入APP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list.app 这个属性 复制成APP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设这个element list.r element 复制成 也是我们弄一个空的drv 就可以了 好 为了和下面有区分呢 我们给它设一个CSS的一个属性 padin Botterm 是px 这随便写就行了 这个没有关系 BotterBotterm epx solid 好 设置一个下边距 然后设置一个下边边框的颜色 还可以一样是 好 然后呢 当然这个dollar我们得引用 我们这儿忘了 引用这块位 然后呢 我们这儿还接着去引用这个getCart的这个函数 因为它可以获取这个购物车的实力 其实也是个单例 好 这儿就list.Cart复制成getCart 我们执行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好 这是constructor 然后下面一个init函数 然后根据我们的类图里面呢 我们还要写initButton 然后还要写surecut 就是显示购物车 还要写什么呢 还要写这个 渲染 好 initButton呢 就是出手画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先给它出手画一个按钮 通过这块的方法 按钮的文案就是购物车 好 然后按钮点击的时候呢 点击的时候 要list.scart 就是它点击的时候我们要执行这个scart来显示购物车 好 然后list.elements.appendButton 还是一样啊 就是虽然这个地方虽然是append进去 但是我们这个elements还没有执行渲染 就是这个renda是还没有走到这来 没有执行渲染的时候呢 我们append进去它是不会有行动问题的 好 trueclass呢就是显示购物车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alert什么 alert.list.el cut.el get.list.el 就可以了 list.el.cut就是当前购物车的一个实例 也是单例 get.list.el 就是这个购物车这个class里面定义的这个返回 当前购物列表的一个zootr的一个方法 好 renda也比较简单 renda就是list.el.app.el element 就是当前app的这个容器 然后第二 append.list.el element 就是当前的容器 好 init呢就是 首先我们list.el.init button 然后呢list.el.render 好 这样就完事了啊 这是购物车的一个按钮的一个显示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中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上面已经有购物车了 对吧 简单放大一下吧 好 我们点一下购物车 现在还没有 然后我们把第一个加进去 点一下 好 已经有了第一个了 然后再把第二个加进去 点一下 好 已经有了第二个了 这个是基础 这个是高级 让大家不要看混了 第三个 点 加一下 好 已经有三个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第一个第二个都删掉 然后看 就有一个了 对吧 好 我们再把第三个删掉 就没有了 OK 就说明这个基本功能呢就已经正常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要把去形容那个显示折扣那个功能给它做起来 啊 那个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员 在the least addition里面呢 它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discount的一个属性 如果是一就折扣啊 如果是零就不是折扣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解开之前这个get createitem的这个 共产核的这个疑问啊 好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直接去return这个那个newitem 就是创建一个实例 这共产核就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肯定不能为了用共产核而用共产核 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定的逻辑的 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returnnewitem的时候呢 肯定是有一定逻辑的 就是如果什么情况下returnnewitem 如果什么情况下 做一并处理之后再去return 这个处理呢 就是这个折扣 也就是说itemdata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例子 这次里面这个每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ifitemdata.discount 如果有的话 直接判它就行 因为它如果是等零的话 它不会走if 它直接就是false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itemdata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我们这儿定一个函数 create discount 复制成这个函数的处理之后的itemdata 好大家看啊 就是固扎函数有个逻辑 如果是有折扣的 我们先把折扣信息给处理一下 然后呢最终返回一个newitem 然后把这个处理之后的信息给它返回掉 所以说这就是供扎上的意义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折扣信息该怎么处理 这儿呢我们是用的一个代理模式来处理的 用代理做折扣显示 该怎么做呢 return new proxy 这个代理的语法 我们之前都演示过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再详细说了 我们就一边写了一边说 get就是获取信息的时候 targetk receive fk 等于name 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targetk 就是k是name的时候 targetk其实就是获取这个name的一个值 然后后面我们给它加一个折扣的一个文案 好 fk 等于price 然后返回一个targetk targetk就是price的这个值 就是价格 然后折扣嘛 然后我们给它打一个8折 0.8 然后价格就变了 如果是这两个都不是 那我们直接去返回target 那就是其他信息这么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先到这里门来 有一个错误 好 这儿item应该是itemdata 好 我们再保存 再回来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前两个就有折扣了 你看有个折扣的文案 还有这个价格可能是乘以0.8的 要不然不会出小数点 然后这儿也有折扣 这儿也有0.8倍的这个折扣价 然后下面这两个的没有折扣 这个就比较符合 我们这个数据员里面 前两个是有折扣的 后面两个是没有折扣的 好 这是显示的效果 是这样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通过公众函数 来把这个折扣信息给它 做了一层封装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把这个逻辑 给它封装了公众函数里面去 如果不这么封装的话呢 我们这个item如果是直接给这个 例子来用的话 例子来用的话 就是直接从这儿去newitem的话 我们得把这个折扣信息 从这儿做处理 对吧 但是大家想一想 商品的折扣信息 到底是应该在商品本身的 这个class里处理 还是说应该在 商品的列表中来处理 这个很显然 应该是在本身的信息中来处理 所以说列表 它是不管折扣的 列表只是为了排列 然后显示 至于哪个商品该显示什么 列表是不管的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个折扣信息 交给这个商品本身来处理 然后这儿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公众函数 然后把这个折扣信息呢 给它做了一个处理 然后折扣信息呢 我们是通过代理模式来处理的 代理模式的处理的好处 就是说我们不用改以前的 原始的这个item data的数据 我们只需要通过代理 然后把它的这些属性返回值 给它改了就行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折扣 我们现在的需求 只是一个显示用 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儿用代理模式啊 并不是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严丝合缝的 符合我们之前讲代理模式的定义 代理模式的定义 咱们当时怎么讲 就是使用者如果想去获取目标类 但是呢 它没有权限 就像我们这个地方做这个 webpack dv-serum代理的时候 9000段会儿的想去8880段会儿的 它没有权限 做一个代理 这个是很合合行理的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做这个代理模式呢 其实在概念上来讲对应不起来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严丝合缝的 那么钻油眼睛的去对应概念 因为我们在做需求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代码能满足那个需求 并且能让代码更加简洁 更加符合设计原则 不是说让代码更加符合 哪个设计模式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不用去太纠结太扣 反正你觉得这个地方 用代理模式来实现 你觉得OK能满足需求 而且呢 看起来呢 还是能符合这个 开放方便原则的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显示 购物策略表 以及显示这个折扣的信息 都已经做完了 好 下一节呢 我们再做完最后一个需求 就是在点击按钮的时候 给它加一个日志 请不吝点赞 CarYik 开始